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生活的一个景况 他们每天躺在象牙床上面 旁边有乐队还有高级的SPA 他擦最上等的香水 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最上等的香水 原来是用最好的油 用最独特的方式去制造出来 是只能在圣殿当中用来敬拜神的膏油 是不能用在个人的身上 但是这些人为了展现自己的财力 地位尊贵 连这种圣膏油都敢用在自己身上 这也是为什么先知 他一闻这香水的味道 就知道这个是圣殿牌的香水 而不是其他的 我们从阿摩斯里面 也在看到这种很可怕的光景 富有的人他们花钱如流水 他们不在乎上帝的心意 这些财富是从那些贫穷人身上 努力剥削来的 但是他们对于这些贫困苦难者 哀哭的声音 他们是完全忽略的 金钱就是他们的神 而且他们也用金钱所买的东西 来装扮自己 好像要让自己像神一样荣耀 他们忘记这一切都是神的赐福 圣经当中讲了很多关于金钱的事情 当然拥有财富不是错误 但圣经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很有钱 我们必须要留意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财富是必须用合法的方式取得的 任何用剥削 用鸡炸 用投机 不合法 或是用磕带 员工的方式 赚得的财富 都不是从神来的赐福 这些财富是魔鬼的陷阱 而这种的财富是流着别人哀哭的血 所得到的 未来神是要审判的 第二个财富是因为神给的机会而得到的 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很努力 我们所勤奋 所以我们赚到这些钱 但事实上你发现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很勤奋 都很努力 但为什么有钱的却是极少数 其实那个赚钱的机会是关键 机会是谁给的 是神给的 有很多弟兄弟 诺不清楚我以前到底是做什么 以为我是工程师 其实我不是 我很少跟你们分享我的故事 其实我是个商人 在我放下工作去念神学的那一年 我的公司老板要我去中国大陆开一间公司的 那是20年前 我们看到一个机会 就是大陆未来会需要很多监视的那种摄像镜头 看得准不准 很准吧 我们准备跟全球第三大的这个摄像头公司去合作 我们要打开大陆市场 但是后来我放弃这个机会 因为神让我看见更大的机会 就是全时间去侍奉神 我跟我的老板说很抱歉 虽然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这个头衔很诱人 但是我要辞职去念神学院 他说你在大陆啊 我给你美国等级的薪水 我还帮你请个保姆帮你看孩子 但是我说我对赚钱没有兴趣的 我现在对人的灵魂更有兴趣 他觉得我这个人大概疯了傻了 这个是多少人都盼不到的机会 后来我们老板就让这个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 去负责这个项目 几年之后这个公司就倒闭了 因为发现 虽然我们看得很准那个市场 但是机会还没来 那个机会要等好几年之后才来 所以你看现在中国大陆有多少监视摄影机 你就知道 那个机会 如果不是神刚刚好让你碰到 那么就算我们看得再准 这个市场一定会需要再努力 也没有办法赚到钱 对不对 因为机会是神给的 但感谢神 我抓住了神给我那个更好的机会 我的银行账户是没什么钱 但是20年来 引导很多人认识耶稣 而我抓住的那个机会 让我的心更加满足 弟兄姊妹 不管你赚多少 请记得 不管你做什么 你是传道人也好 你是商人也好 工程师也好 我们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恩典 都是神给的机会 这个财富是神给的机会 一定要记住这个 第三个 神给予我们财富 其实为了去帮助贫穷者的需要 不管你是物质上面的财富 或是属灵上面的财富 我们说是恩赐 这些的恩赐或财富 都不是用来自己去享受的 而是为了帮助那些 在能力上困难的人 那个是我们的信仰责任 我们作为基督徒 不能只想着自己 而是要随时想到 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 特别是那些贫困 那些软弱 包括物质贫乏 跟心灵贫乏的人 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 神一直提醒他子民的责任 神希望有能力的家庭 可以去体谅软弱的 贫穷者家庭的需要 如果在这一点上面 我们都有困难 那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基督 大使命做得多轰轰烈烈 都是虚假的 我们不能用 只是用一些外在的排场 想要去欺骗神 其实神想要看的是 我们内心真正的动机 跟思想是什么 去帮助那些贫穷者的需要 听听看他们在痛苦当中 发出的声音 是我们基督徒信仰 则无旁贷的使命 不要找理由 不要找借口 学习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哪怕是给出一杯水 我们都不能不从神那里得到赏赐 我们有能力的人 更要时时刻刻去想到贫困者的存在 我在说不管是物质贫穷的 还是心灵贫穷的 这是我们面对所得财富 恩赐一个正确的使用方式 而教会也是一样 教会所看的不是说 哇这个教会做得多好 多伟大 多棒的事工 教会最重要是看那些软弱的 贫乏的 在教会当中 他得到什么样的位置 如果在一个教会当中 这些软弱贫乏的 他们从来不被关注 不被重视 一个教会没有他的位置的时候 那这个教会所做的 并不是神所行为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成为那个躺在象牙床上的基督徒 也不要成为躺在象牙床上的教会 请记得 取得财富是要用和神心意的方式 不管是属灵的财富 或者物质的财富 感谢每一次神给予我们 去赚取这些财富跟恩典的机会 然后把贫穷人的生活跟灵魂 常常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真实的去帮助他们 看重他们 恩待他们 这个是和神心愿的事情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 这是求主你继续借着 以色列人的光景来提醒我们 当我们得到这一大堆物质的丰富 属灵的丰富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要因此而自满 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心中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我们常常去思考 是否有这些软弱者的位置 以至于他们能够在 这样属灵的团体里面 得到帮助 得到监力 能够得到尊重 也能够为主所使用 主求主你继续使用我们每一位 使我们能够更多的看待 正确看待我们所得的恩赐财富 能够更好地去使用 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 顾念我们这一天的生活 让我们这一天赚取的一切 都能够清清楚楚地知道 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我们将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